哈囉,我是SK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艾爾登法環 發售昨天滿兩個月的 話題跟去世反正沒簡 就算主線已經被大家打爆了 內部的PK系統更是讓很多人 爽爽繼續玩這款遊戲 而且這還沒玩 PCA的朋友更是爽快 直接把自己的老婆改得這麼性感 這噴鼻血的套裝叫人怎麼氣坑 還有人用很多奇奇怪怪的戰灰 跟道具入侵世界 有些戰灰傷害還好 但葫蘆性質真是太高了 各種好笑的事情 都可以在遊戲裡面見到 所以今天就是來盤點 艾爾登法環 從發售到現在 發生過哪些有趣的事情 讓大家可以在痛苦上班的時候 打開影片讓各位笑一下爽一下 要是覺得影片不錯的朋友 可以分享給你的同事、輸出 阿姨消除消除一天的負能量嘛 首先第一個 自遊戲發售以來 戰灰都是大家拿來狂尻敵人專用的 也是眾多老玩家覺得 魂系遊戲最大的改變變簡單了不少 所以在艾爾丹的世界裡面 就有各種不同的戰灰可以用 有個有趣的戰灰就是雷電洋球 撞上之後就可以不斷的翻滾撞死了 國外就有一位網友 把自己cosplay成音速小子 直接入侵邊的世界撞死一個人 他還只拿了加三拳頭 就打爆天下無敵手 即便不好看 即便防禦力低到爆 我就是撞得死人 傷害不高 侮辱性極強啊 第二,還有一個戰灰需要特別的點名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一刀流血嘛 就是讓你的武器有切副這個戰灰 記得要神秘直辯 你以為我會這麼說嗎? 你以為我今天要來教你如何一刀流血? 當然不是的啊 隨便一個人都知道過時玩法 我還交個毛線啊 切副這個戰灰 有一個國外網友就發現到 如果我們只單獨使用切副 就只是很普通的捅一下自己 讓你有個效果 但如果再加上盾牌的聖域 可就碰出新滋味唷 如果這項特技 用在彗星亞茲勒的話就會變成 亞茲勒 三燈槍 第三,艾爾登法環裡面 男的boss不少 馬琳尼亞就是大家公認最難之一 我還記得我曾經打了一個下午 然後加一個晚上 找了大哥才打贏 真的是太羞恥了 因為馬琳尼亞他最大的優勢 就是砍到人會吸血 所以要練到不被砍到 對我們這些凡人 根本就不太可能 不過 網路上就有一名網友叫做 レンミンソロ赫 頭戴一個胡頭 只要在女武神 附近點下召喚 就會出現這一號人物 到處幫著大家打贏這隻boss 手持一把打刀跟失山邪害 不用任何的戰技 單純跳砍 加上L1砍兩刀出去 直接無傷砍爆女武神 知道的人都拍手叫好 而這個創決讓國外的人很崇拜這個傳奇 為他做了很多的二創 跟模型給大家購買 他也有上傳第三次召喚朋友 然後自己挑戰馬琳尼亞 更是有兩百萬點閱 讓很多人去朝聖 整個過程還有空隙跟大家揮手打招呼 水鳥更是二三段用翻滾閃過 4月20也上傳一部影片給大家看 戰鬥時間明顯拉長很多 但還是打敗了 根本就是單挑是神 若想朝聖的朋友 連結為發資訊 各位記得要去拜一拜Solo之王 像自我的話應該就是 採用佛系的躺地打怪了 第四 魂境遊戲一直以來 速刷成為大多數人破關之後的一項挑戰 甚至很多人都列為傳統 上傳自己的紀錄 看誰的速度比較快 從兩小時慢慢說到七分鐘 我以為已經夠猛了 既然還有人是一分半 就把遊戲給打通了 我就是連泡麵都還沒加水 人家就把安登給打完 不過呢 這部影片現在已經變成私人 不再讓任何人看到 原因就是這位YouTuber 被其他網友分析後判斷 該影片為造假的片段 不但使用作弊程式 還在片段裡面使用剪輯軟體 讓大家誤信整個片段 真的是一分多鐘就結束了 這位分析的網友 也有重現整個過程 讓他感到很失望 並止聲 這個舉動 諷刺其他正在努力速通的玩家 雖然大家可能都是用類似 飛雷神之術來進行速通 但這是遊戲內的BUG 並不曾開過剪輯軟體 作弊幣軟體 希望大家不要因此效仿 第五 法環裡面一直以來都有各種不同的武器 從1.03以前的老寒腿 直到碎星將軍的碎星大劍 馬倫尼亞的一手道 還有愛爾登之獸的神曲化劍 甚至絲山邪海 逆思 甚至還有人把全部小編的武器都打滿了 都是大家想要收藏的武器之一 就有一位網友 他就問問大家 如果今天法環變成課金版本的話 可能你喜歡的武器 都必須課金才可以拿到 這時候都不知道要儲值多少錢 才可以把這些武器都拿到手 還有體力值的消耗 這樣子才可以讓大家克制 不要猛打同一個副本 不然雷娜娜可能會被打爆 那他會做這張圖 最主要就是現在有太多的經驗 都淪為手機遊戲的爪牙 艾爾登現在是不太可能 未來元宇宙的年代 真的是未可知了 第六 我們通常玩艾爾登法環 這個進度一般都會從 初始的 林姆格福 然後到利安尼亞 然後接著到蓋麗德 再去王城 幾乎是每一處 都有想要你命的怪物或是敵人 就在你氣都喘不過來的時候 連口水都還沒喝 到風車村這個地方 就可以緩一緩了 因為這邊的阿嬤都很歡迎你 每個人都很嗨 一直不斷的在跳舞 我第一次來這個村莊 也是跟著一起嗨 但也只是原地點頭而已 有一位網友就直接突發奇想 把視訊的背景去背 自己放在阿嬤的旁邊尬舞 一起跳大概有半分鐘左右 剛剛才提到元宇宙 怎麼快就有人實現了 自己也跟著嗨起來 第七 開頭我們有講到 艾爾登法環發售快來兩個月了 很多MOD都已經推出了 撇除作弊類可以用以外 外觀看爽的 大家還是可以私下看送送 而艾爾登正好有一位 是我們可以迎娶的老婆 拉尼 自從遊戲通關之後 二創再批戰 直接就是爆滿 好多人被各種鄉圖噴得滿臉 不了解遊戲的 都跑來這裡關心關心 直接買下去下載來玩 看到底是哪一位神人 最近就有一位史上最香的MOD就是 你可以一虧拉尼躲棚底下的好身材啊 OMG 這身材是怎樣啦 有夠胖啦啦 要胸部有胸部 要腿也有腿 要我破關幾百次也沒有問題啦 只不過很可惜 這個MOD我沒有下載到 就已經在網路上刪除了 如果各位有下載到的話 別忘記把這個MOD分享給大家 我會先自己享用 不是 我會告訴大家的 請分享給我 第八 瑪莉卡在艾爾登法環 是一個類似神明的存在 她庇佑著大家 維持這個世界 也不斷的征服各個領土 然而身為強大的一員 也是會無聊的 所以在瑪莉卡就有一個玩物 我們可以在王城裡面拿到 叫做擬泰面紗 它的效果就是 你可以變成任何的東西 你可以變成箱子 然後你可以變成神像 就有網友就開始利用這個優點 等待別人入侵他 變成箱子 躲在一個角落 等到敵人進到房間裡面 欸? 怎麼沒人 趁人家還在疑惑 就倍次刺爆對方 卑鄙之程度 只有遇過才知道 還有人把自己變成一個台燈 在關卡前讓大家靠近 敵人找不到之後 又解散了 這類型的玩具真的是超級有趣 第九 大家都知道 《艾爾登法環》是一款 每個人體感都不同的遊戲 有些人覺得很難 有些人覺得很簡單 覺得簡單的就開始追求極限 有些人就開始外接跳舞機 開始跟這些王尬舞 利用跳舞機的按鍵來匹敵 一步一步把王給打死 有一位網友就突發跡象 他希望如果在玩《艾爾登法環》 能夠有更刺激的東西 那是再好不過了 所以他就把遊戲跟情趣用品 做一個連結 只要被敵人打一下 就會震一下 我看這個震度 被安裝的玩家 應該沒辦法玩太久 可能馬放就翻白眼了 第十 前面我們有提到 好用的MOD 除了香噴噴的拉力以外 還有更多的外觀可以下載 我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也有很多實用的可以玩一玩 比如說你是因為 大家一直說很難就沒買的 有MOD 真的是Main環肉拉 前一陣子就有位網友 為了怕各位覺得太難 就設計可以降低難度的MOD 不但敵人對你造成傷害下修50% 還提升你各位 吞射者攻擊力25% 聖杯瓶恢復量還會增加更多 而且這MOD 自從3月12日上市之後 就被下載6萬多次 可見真的有很多人需要 畢竟玩遊戲 一般大家都會想要休閒 舒服的玩 不要一直重複的被王殺死 這個MOD直接幫你實現 簡單模式的夢想 也不用花太多時間練功 輕鬆就當上愛爾登之王 OK 以上就是這次的愛爾登法環 發生了十件有趣的事情 其實大多數的遊戲 都是玩完之後 大家茶餘飯後聊一聊 講一講幹話 哪隻王比較強 就差不多量了 愛爾登法環不但主線破關 還有很多人準備了 三週目 四週目 直到十幾週目 都還在玩 沒打算玩這麼多次的PVE朋友 還會跟很多人一起搞個PVP 入侵別人的世界也很有趣 而且Fran Soviyah也有做更新 最近也把帕奇後續的任務 做一個新增 武器、魔法、禱告 也努力在調整傷害的平衡 話題還是非常熱鬧 你要是還沒玩 或是還沒加入 真的是太可惜了 OK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最近幾個月進入遊戲的空窗期 愛爾登法環我前陣子也是玩了超久 現在各大論壇 依然還是討論度的名列前茅 很值得大家購買 是一款非常好的遊戲 那就謝謝你把影片看完囉 我是SKY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